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介凡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一下 北美各地的重要新闻 美国防疫边境规定告终 移民潮在起 三年多以来 根据美国法典第42卷 每末之间长达3200公里的边境 几乎全部关闭 这项法规实际上的目的是在迅速驱逐 试图入境的移民 如今随着COVID-19紧急状态画上据点 庇护申请服务也在今天正式恢复 预计近几周内将有数万人 在美国南部边境提出庇护申请 可迅速传播疾病 专家警告加州人要提防亚洲虎文 害虫防治专家警告加州人 要高度警惕亚洲虎文 因为它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蔓延 亚洲虎文令人担忧的关键特征之一 是它能够传播多种疾病 包括登革热 激孔肯亚热和债卡病毒 防止亚洲虎文传播的最有效方法 是清除住家周围的积水 这样可以显著减少文字的数量 世卫再彻易警报 喉豆国际公卫紧急事件解除 世界卫生组织上周五正式宣布 解除新冠肺炎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世卫今天再宣布近一年来 让世人紧张不已的喉豆 也解除此一紧急状态 资料显示从2022年1月至2023年3月 全球喉豆病例累积超过8.7万例 其中140例死亡 喉豆疫情在过去几个月 病例数已经明显减少 Piloton召回220万辆 有跌倒和受伤隐患的健身自行车 由于自行车的坐杆组件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断裂 从而对用户造成跌倒和受伤的危险 Piloton召回220万辆 型号为PL-01的健身自行车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系Piloton 索取可自行安装的免费坐杆 目前已收到35起坐杆断裂后 造成包括手腕骨折撕裂伤的报告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